当你被人瞧不起,千万不要翻脸,这魔作季节气又有格局,俗话说得好,人活一张脸,树活一张皮,诚然,没有人愿意被看不起,但是人在江湖走,很多时候身不由己,也不可避免,也承受一些委屈甚至歧视,历史上不少鼎鼎有名的人,他们在真正做出自己的一番丰功伪迹以前,也曾被人瞧不起过, 比如众所周知,一生骁勇善战的大将军韩信也经历过胯下之辱,这说明一时的轻视不算什么,古往今来,多的是那些曾经不被看好,甚至还被瞧不起,然而最终还是他们赢了的案例 现实生活中,如果有人瞧不起你,别着急翻脸,这么做季节气又有格局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表面云淡风轻,实则暗暗较劲,当我们遭遇了别人的贬低时,第一要物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,不让任何人看出我们的愤怒,只表现得云淡风轻,这不只是要故作镇定的姿态,而是从内心强迫自己放下情绪,不被别人的负面评价和言辞所影响,要知道,一个人的情绪对判断力的影响非常大, 一旦影响形成,就很难回归原有的轨道,偏离之后 将会是无尽的失落和沮丧,唯有外表不动声色,内心开始暗暗较劲,才会将压力转化为动力 人无完人,被人揪住错处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,自己并不相信,我们要做的,就是稳定心态,客观看到自己身上还有需要进阶的部分,然后全力以赴,提升自己,看待别人对你的评价和嘲讽,越是不好听的评价和嘲讽,就越不要往心里去,就当是耳边封,随封而去,不要在意,不要理会,别人怎么说就怎么说,管不了别人的嘴, 那就改变我们的心态,如果你越是在意,越是跟他们理论,争执不下,那么心情就越糟糕,生活是你的,人生是自己的,过好你的生活和世界,与谁都无关,他们爱怎么议论,就怎么议论,就算是他们故意贬低你,瞧不起你,嘲讽你的处境和出生,都不要跟他们一般计较 有些人,就是无聊,就是见不得别人好,就是想要把自己的快乐,建立在别人之上,总是爱拿别人来抬高自己,很明显,他们就是不安好心,所以,你越是在意,越是中了他们的圈套,他们就越得意,反而不理会,不在意,他们就拿你没办法 只用实力说话,让其望尘莫及,用实力说话,是任何时代,任何群体都遵循的客观规律,一个人,无论他多么能说会道,出身如何高贵,只要不具备真正的实力,就会沦为笑柄,想要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人,望尘莫及,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实力作为回击,打得他们毫无招架之力,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, 不光是为了争口气,更是完善自我的必经之路,能够在必要的时候,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,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变化和进步,就会让所有人改变对我们的看法 最起码不会再轻易嘲讽,当然,我们还要始终保持一颗谦逊的心,不过分张扬,也不能让自己变成他们那样的人,只有自己站在山巅,看到曾经的一切渐渐变小,我们的世界 才会更加洁净和安宁,生活也会回归平静,到那时,无论何人发出何种论调,都不会轻易动摇我们的心,扰乱我们的情绪, 远离攀比炫耀,人落魄了,就别老往人群里钻,当然,这并不是叫你回避所有人,而是让你远离有可能影响自己心情的场合, 你要明白,有些人一旦知晓你,混得不行了,就会故意与你攀比,先是主动来找你,紧接着就会抛出一个话题,顺势说自己过得多好,多有钱,在你跟前显摆炫耀,看似无心,实则是为了刺激你,你本来可能已经接受自己的处境, 但被对方这样一比较,你很有可能会心态失衡,所以说,人穷了,就尽量少跟爱慕虚荣的人交往,你也别老去,跟别人比,陪着人家聊来聊去,听的都是旁人的风光, 越听,越觉得自己没出息,你跟人家走得再见,人家也不见得会帮你,说穿了你们之间纯属无效社交,与其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迎合别人, 不如找点正经事做,别自我耽误才是正理,学会屏蔽外界的声音,有时候,当我们被人瞧不起的时候,就不要去为难自己了, 也不要嫌弃自己,更不要觉得是自己不够好,此时,我们真正要做的,就是学会屏蔽外界的声音, 然后告诉自己,自己是最好的,即便有不好的地方,我们也在努力地做好,此时的我们要明白,人生就是这样的, 重要的是,你要知道,嘴长在别人的身上,你是改变不了的,也是控制不了的,既然控制不了别人, 那么我们就做好自己,让自己成为最开心的自己,让自己成为最好的自己, 所以很多时候,当有人瞧不起你的时候,你要学会屏蔽外界的声音,告诉自己,自己很棒,自己很优秀, 而我们自己,也在努力地变好,努力做好自己,其实被人瞧不起,是很正常的, 我们被人瞧不起的时候,不是要翻脸,翻脸是最没有格局的做法, 真正好的做法,是用这四种方式反击,用这四种方式,做最好的自己, 重要的是,我们要明白,被人瞧不起,有时候不是我们的问题, 而是对方的问题,所以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够了,看待流言蜚语。 越是无聊之辈,越喜欢关注别人的生活,看你过得不如意了, 一个个都特别好奇,挖空心思地要摸清楚你的底细,你的工资多少, 你的感情如何,这些事明明与他们无关,可他们就喜欢背地里将你议论, 几个人围坐在一起,反复嘲笑你的处境,贬低你的为人,很明显, 这些人对你没安好心,他们就想往你的伤口上撒盐, 明知道现在的你已经身处低谷,却还要把你的痛, 你的苦当做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,也是极其可憎了, 他们最想看到的,就是你在旁人的闲言碎语里,灰头土脸的样子。 你越低落,他们越得意,如若你能彻底将那些人无视,做到不在乎, 无所谓,他们反倒不能拿你怎样,看淡流言蜚语,别把旁人的冷言冷语放心上, 你的状态才会好,那些人与你的生活,本就没多大关系, 要小看还是高看随他们去,你只管坦坦荡荡走自己的路, 学会做最好的自己。 当你被人瞧不起的时候,很多时候并不是你不够好, 而是这些人的格局有问题,所以面对这样的人, 你要做的就是做最好的自己,不要去在乎他人的看法了, 你要知道,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, 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完美的人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, 也都有自己的不同点,有时候别人以为是我们的缺点, 却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,所以很多时候, 你要知道,当你被人瞧不起的时候,并不是你不好, 而是对方的格局不够,面对这样的人, 就不要为难自己了,因为不管你多好, 在对方的眼中都是有缺点的, 不管你多好,在对方的眼中都是有不足的, 重要的是,不管你如何做好不足, 始终有不够好的地方, 与其这样,还不如不要去为难自己了, 做最好的自己, 做最想要的自己, 做最喜欢的自己就够了, 你要知道,人生其实就是这样的, 只有你重视自己了, 你在乎自己了,你爱自己了, 才是真正的自己, 也才是真正好的人生, 人生的路,一帆风顺少, 侃侃可科多,落魄之时, 一定要学会自我调整, 不要因为旁人不抬举你, 就觉得自己没出息, 冷嘲热讽, 比是嫌弃, 看淡了, 其实也就那么回事, 你从没指望让别人拯救你的人生, 所以他们如何对你, 真没必要太在乎, 与其浪费时间与他们争辩, 和他们纠缠, 不如去做自己的事, 现在过得不好, 不等于以后不好, 坚强的人, 从不惧流言蜚语, 就算身处困境, 也会反复找寻新的出路, 往后心态放平, 安静沉稳地走好每一步, 上天不会亏待你, 读国学经典, 误人生智慧,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 请不吝点赞,